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早期我們很多的生活的用品 包含我們房子也是用竹子來蓋 這樣子的材料生長在 觀廟隆級的這一帶 造成竹產業的興盛 幾乎整個觀廟區都在做 跟竹邊相關的產業 大概民國六十年代 我們台灣的經濟就開始起飛 我們為了做一些其他的轉型 從竹邊進到藤邊的一些工藝 他把一部分的從事做竹邊的師傅 給拉走了 這是我們觀廟的竹邊產業 從很興盛然後一下子 不到幾年的時間 就幾乎是完全消失掉了 剛回來的時候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今天要拜託匠師幫我去 產出一個那個產品的時候 他大概只有幾種固定的規格 或許不符合我們現在生活所需 我要把這樣的規格去做改變的時候 其實對這些匠師來說 他是有困難的 畢竟他做了一輩子 他的模板不容易去做這些更動 其實竹材在歐美國家來講 其實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綠色的建材 或是綠色的原料來源 在去日常生活中或是築建築築築構建當中 他其實都有一個發展的可能性 榮起等這片二地 包括佐鎮 包括田鳥 包括內門 最多的是赤組 最早開始的成果是 我們一開始回應到我們的專業 有赤組的需求 可是事實上我們並不知道 到底我們有多少的量 所以第一件事我們就是 從計畫的名義去跟農林航廁所 申請了相關的最新的圖資 透過圖資跟第四次森林調查的結果 去疊合 去做圖像辨識 知道二地主要的赤組的分布 現在正在準備做成相關的報告書 是希望可以回饋到 不論是學界也好 產、官、學都有可能 都有這個需求 需要知道 到底這些族資源落在哪裡 然後可以接洽的人是誰 以我們計畫來講 我們來看就是其實 這整個族產業的產自除效 其實它涉及到非常多不同的專業 就我們整個成大有的系所資源來講 我是成大讀計系 那讀計系來講 其實我們最擅長的就是去做資源盤點 然後去做媒合 建築系的部分就是杜宣老師本身 那他帶領的學生 跟在地的擺組員有一些合作 用傳統的材料跟這個族產業結合 但是能夠用現代的設計方法 跟工程技術去切入 我們希望它能夠被融在 現代的建築教育裡面 所以我們把課程一起帶進來 它會讓學生親身去接觸場域 然後去接觸材料 不是只有在課堂上做紙上設計 那邀請在地的族產業來跟我們介紹材料的特性 我們常用的就有夢中族 貴族 赤族 長織族等等 有的會應用在建材 有的會應用在家具 同時每一根竹子的形狀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就是在設計者 他在面臨到真實材料當中 會遇到很大的衝擊 他會從這個過程當中去學習 從他們的觀點來設計現代的足夠 進行試驗 然後最後真的把它蓋出來 我常常就跟同學分享說 在隆旗這個地方 竹子不能導致 把竹子導致其實是一個不吉利的象徵 但對學設計或想要做其他創作的人來說 他只把它當成是一個材料 我們有很濃厚的文化的背景 沒有錯 但那其實也是我們最重的限制 那開始有一些人他只把它當成是一個材料 來試驗的時候 他就會有越來越多的可能性會發生 產業跟學校跟大學社會責任之間 發生了一個三方互動的關係 透過這個關係大家一起成長 然後彼此了解 彼此提息 那產業也可以得到培育的人才 然後人才也知道說在地的需求到底是什麼 像我們做竹編 從自己砍竹子 然後自己剖竹子 再自己編織 是一個很寂寞的過程 因為沒有碰到人 對 那現在就是 像成大的學生進來了 然後還有其他的學生 因為對這樣的產業有興趣他進來了 砍竹子的工班 有人在砍了 我們把舊友的一些人拉回來 他開始剖竹子了 然後編竹子了 越來越多人從事這樣的一個行業 慢慢開始有人氣出現 現在很多的應用都是比較小量的 可是如果足夠這件事情 能夠形成一個產業的話 它的需求 那個產業所帶動的效果 其實是會非常大 其實我小時候就在這樣的環境成長 然後我可能會在竹林裡面追 竹雞跟兔子賽跑 我有能力的時候 我要去維護我這樣的一個生活方式 那也希望說未來我的孩子 也可以跟我一樣 在同樣的這樣一個狀況之下可以成長 把這樣子的一個材料 然後尋求一個新的方式 或是我們創造一個新的產品的類型 就讓它可以隨著我們的實在的轉變 然後繼續的流傳 繼續的保存下來 這才是我們的最主要的一個任務了 主產業的議題有一些方向很大 那到底怎麼樣從一個一個的小細節裡面 更精確的切入 那這件事情其實也是我們接下來會想要繼續努力 讓整個產業鏈可以重新再啟動 然後再問一下 然後再問一下 但是這件事情 你不是在家嗎 有阿 everytime 是陪來的 那些十分封量 有一個大小的歡迎 一位